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是新人透視的時間 很久好像都沒有回來拍攝室 上星期找了楊媽媽 前幾集又去了玉敏和陳淑莊的 選舉街站 還有一集去了二手店 記不記得 上去看 楊媽媽鼓勵大家看一看 楊媽媽的字幕讓大家看 不要有些猛人大家又不看 其實很猛的 睡街 馬草黎也不敢睡街 他只是追車 今集我們繼續 因為最後衝刺 也要講講516公投投票 沒錯 票大家一定要投票 我自己就是新界東 你呢 新界東 你也是新界東 我收到投票通知書 當然我會去投票 我當然會去 希望大家繼續向身邊的人 繼續鼓勵他們 去投票 去投票 就算他收不到選舉通知 你也要去投票 你也要去投票 看看那些票站如何應付你 好了 臨到差不多衝刺的最後一個星期 我們上星期 七星台 搞了一個選舉論壇 大家喜歡看 怎樣呢 你覺得今個星期的衝刺成績 你覺得會不會比預期好 還是預期差 會不會這個白婆婆 追擊毓敏成功 爆個冷氣 沒得爆 我覺得超熱 五區公投 那五個投票人選回去 五個全部選回去 是這樣 然後政府就會說 投票率不夠高 沒有任何意義可言 非正常的選舉 那五個勇士就說 證明現在我們是很受重視 雙普選和取消功能組別 但我覺得政府很容易猜 即是各自表述 但我期望民主黨怎樣回答 我不知道 民主黨 怎樣回答 反正最難猜是民主黨 民主黨 中期普選大聯盟 他們怎樣說 普選聯不是說 對 怎樣回答 中間這些最奇怪 他又要做中立 即是你猜中政權不難 你猜中政權不難 小三個又怎樣 用了一些公帑 但又不是很高投票率 又不代表什麼 大家發了一場夢 藍波音樂 鴻肯就說 當然證明我們是怎樣 人民力量 陳淑莊想到 他怎樣說 都是那類的 雙普選 都說一定要取消功能組別 人民都是這樣意願 這麼無恥 即是各自表述 反而中期普選大聯盟 即是中間那些 不知道他怎樣說 所以我們計劃下星期 嘗試請不請到 普選聯的人 還有普選大聯盟的朋友 看看他怎樣去理解 即是五區公投 這件事 那下星期呢 又賣個 又再又談 下星期 怎樣青台又怎樣 我們電台節目 找了馮偉光 是 馮偉光 馮偉光在報紙 說到1.6億 倒不如去鎮災 即是公投1.6億 倒不如去鎮災 即是聖經也有說 有一個人幫耶穌抹腳 然後有個猶大 即是不知是誰 有個門徒就說 這些浪費了錢 這些抹腳的香膏 不如拿去周濟窮人 還好 不如一樣 聖經一早就說過這些 有這樣 五區查經嗎 五區查經有來 真的 即是這樣 現在整個氣氛 其實我覺得是開始升溫 但又未必去到一個很 刺激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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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是 是我們圍內人覺得熱 我們經常上Facebook 經常看阿華TV 經常請台文台 都覺得刺激的 你想想 現在你在看節目的 上Facebook 又是上我們那些 我回去又是上你們的Facebook 即是糖水滾糖魚的情況 問題的危機感 我覺得是在這裏 但是今天呢 戴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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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今天 是上來的 他將公投的定義 是在27%裏面 即27%的投票率 入回去 就代表泛民 即投票率是7% 已經是贏了 因為已經拿回泛民裏面的支持率的票 證明泛民市民是很認同和參與這件事 但低於27% 就是一個失敗 我覺得戴耀廷 好像也有他的合理的說法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 我就玩27% 你就是這樣 我跟戴耀廷 今次就 27%的投票率 就叫做贏 但我覺得 我有信心 他只有35%左右 到最後 那些人會出來 開幕門 新人偷市 新人偷市 請大家吃招 贏了嗎 贏了 贏了 就上來吃招 我也有強烈要求 新人偷市 做一個這樣的投票的 鼓 鼓波遊戲 鼓波膽 明顯是賭的 但人們會說是鼓波膽 鼓波膽 我們就鼓投票率 好嗎 好 新人偷市 鼓投票率 如果怎樣呢 抽中了 你說35% 我猜35 如果是35以下 就是我和你玩嗎 不是 導演可以嗎 鼓波友 可以 我們送些東西出來便可以 請他吃招 對 送甚麼都好 最好 送旭敏簽名 的招 衣服 好嗎 為甚麼 敏又不是開衣服 送麵 叫做麵 叫做麵 送牛肉麵出來 是呀 Coupon 好 就這樣說 就鼓中 如果是35至下 你就要送出來 沒錯 送多少張 送幾張底褲 那些Coupon 2張Coupon 牛肉麵Coupon 你說的 一張算 那部大聲 一張算 這張真的 真的 真的 真是 好了 不要把這些符話 總之我不知道陳浩倫是否搞 要搞 真的不構成導演 對 這個監製 這張很自由 照搞 他可以 在那邊留言 可以留言 所以你想參加便可以留言 Email 也可以在那邊留言 在我們下面留言 好 好了,我覺得在這個星期,最大的突破性發展只是看兩點 這幾天啊,不是這幾星期,就有三天被你衝刺了 有兩點要看,一點就是看民主黨的舉動,或者泛民,其他泛民 不參與公投的議員,能夠在社會輿論上做什麼影響力 包括怎樣呼籲,不是不呼籲,是怎樣的呼籲 其實現在民主派有些朋友都呼籲了五一六投票 但呼籲如果沒有力度,其實是政治鬚 即是賣冒險而已,兩邊搞的 這是一個涉及誠意呼籲的問題 你是否真心誠意來呼籲呢? 即是說,喂,有空喝茶,那一隻,現在真的喝茶,說好時間 現在馬上去 即是,如果武功誠意的呼籲,也是死的 所以公投怎樣也好,你喜不喜歡其他泛民也好 即是那個呼籲很重要 第二,那個技術是怎樣 就是看曾蔭權或者那些官員有沒有人 出口術 出口術 繼續出口術 曲線救民主 即是說到進一步衰革給我們看 即是曾玉成那些人 將這種說話昇華和感受到給市民 我們當然要出來投票 所以要看這兩點 否則,我想百分之三十五左右都應該有 即是你要請人吃牛肉麵 如果少於百分之三十五 那就很危險,一定要答正 不,你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都贏 當然是 四十五十 即是三十五以上我就贏 你當然 那你猜多少 那你猜多少 我就猜三十五以下 我猜 只是找你賭 我們這些叫對沖基金 你猜三十五以上 我猜三十五以下 對沖基金 但我還是希望 我不是說這樣 當然是鼓勵大家不投票 我一定要去投票 說說了 現在公投其實就好玩 最好玩的是什麼呢 是網上世界 即是有什麼看 網上世界有很多片 即是百花齊放片地開花 那待會回來跟大家說一下 沒錯 有什麼好玩 有什麼片可以給大家看 可以玩 有什麼好玩 我們可以玩 我們可以玩